有一个农场的主人 每天叫他的孩子 在农场上辛勤地工作 他是一个大庄园主 朋友对他说 你这么有钱 你根本不需要让孩子这么辛苦 你的农作物照样会长得很好 农场主说了 我实际上不是在培养农作物 我是在培养自己孩子的个性啊 人要懂得 其实培养孩子很简单的 要让孩子吃点苦就可以了 人就是要学会吃苦 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认真的去做 复杂的事情我们要简单的去做 你就会明白人生的奥秘了 有一个小和尚问一位德道高僧 师父 你悟道修行 修生养性 有什么秘诀呀 高僧说了 秘诀在于 秘诀在于 我感觉饿的时候 我就吃饭 我感觉疲倦的时候 我就睡觉 小和尚说 师父 这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呀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师父说 不一样 孩子 别人吃饭的时候 总是想着其他的很多事情 不专心 睡觉的时候 他们又在做梦 又在担心 睡不好 而我 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 我不想其他的 所以我睡的香 吃的 睡的 睡的 安 吃的香 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高僧又说 世界上很难做到一心一用 因为我们的心有利害得失在穿梭着 无法用一颗平常的心来对待人间的从容 今天开心了 马上又开心的忘乎所以 明天被人家侮辱了又气的想下地狱 人间千般万想 种种思量 因为这是人间生命中对人最大的障碍 就是迷失自己 做什么事情不能一心一意 你就不会将你的心融入了世界 我们要学博的人要用心去感受生命真正的存在意识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学博人念经修行 要没有杂念 要一心一意 你这种心才叫平常心啊 我们要修这种境界要保持完美的菩提心 人在修行当中因为常常急功近利啊 心想我一求就能领那多好啊 而疲于奔命啊 人要看穿功名利路 将成败要看透 才能真正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啊 才能真正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啊 稍微讲了声一点点 鼓掌的声音就少了 我以为你们三天拜师下来 三天开师下来 因为每个人都境界提升得很厉害 原来想想 不过如此啊 师父是跟你们开玩笑 实际上这几天 你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心成功 而且境界提高 这不是我说的 你们知道是谁说的吗 寄功活佛对你们说的 你们记得不记得 昨天晚上我说寄功活佛来了 今天拜师就有人看见了 佛法真实不虚 帮助别人要无私 你就会带来心定和快乐的感觉 如果你今天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 你心不会定 因为你会怕别人看出来你的目的 所以你去救人的时候 完全要舍弃自己 人家会把你当菩萨一样尊重你的 如果你今天为了某个目的 而去帮助他 你心不定 没有快乐 只有担忧 所以人间就像波涛一样 一浪接一浪 无始无终 人间的烦恼 也是一浪接一浪 很多老妈妈老伯伯说 等我忙完了这个 我就不忙了 忙完了这个孩子 又忙那个 把孩子生出来说 挡大了 毕业了 我就不忙了 毕业了 又说我要帮孩子找工作 孩子工作也满意了 不行啊 我还要帮他找老婆 老婆找好了 不行啊 他八年了还没生出来 我还要替他求孩子 等到孩子求出来了的一个讨债鬼 天天还要受他的气 等到把孩子养到了 慢慢的自己老了 哎呀 我终于可以退休了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孙子又出来了 人哪年哪月 能退休啊 你不把他放下 你永远在人间中 轮回啊 很难轮得出来的 想象一下 这就叫轮回啊 如果我们把精力消耗在 为昨天发生的事情 和为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 担忧烦恼 我们就天天活得不耐烦 天天活着很苦恼 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 我们不要错过生命中 最现实的实修和解脱 那就是现在 现在就修 现在就给我醒过来 现在就迷惑 把迷惑颠倒去除 知道人生就是一场梦 快赶快醒过来吧 真实就在我们的眼前 想听听菩萨怎么讲话的吗 菩萨说 人应该快快乐乐的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有当下 赶快停止追逐人间的福报 才能快乐的拥有当下 才能真正的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 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 观地菩萨说的 感恩观地菩萨 慈悲啊